使用网路去拉进那个城乡插座 那我们其中有一堂课就是请前面这位老师 他是一个平面媒体的老师 报告的记者 他就来跟大家讲说你们新闻可以怎么写 你们新闻可以怎么写 然后就投稿给我们 投稿给我们 然后你写得很好我们就会帮你看 所以你看大家都很认真 因为我接着他后面讲 我一开始我就问大家说 假设你们觉得写得很好 你们也给报纸 报纸都帮你看 报纸我们不晓得它是什么目的 报纸或电视台可能什么理由 各种理由 有可能帮你看 或是甚至帮你写的不一样的东西 那你怎么办 你们觉得怎么办 你们打他自己 自己拨 你不报怎么办 好 我们自己报 就真的自己报 那当然这个 要自己报的过程 你会不会弄 会不会写 或是你有没有管道去报纸 那我们就回头过来讲公民记者 我问一个问题 谁是公民记者 每一个人都是公民记者 这些都是公民记者 可能 可能 各行各业 我想大家应该说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 有没有人是退休的 退休的 所以你们就可以专心做 没有啦 其实你们还有很多自己的事 那上班的可能更不用理想 可是 就是说你们会自己抽空 去报导一些觉得重要的 或是你有兴趣 这个我先不讲 没有话的 对 好 各位您好 看来说我们都是公民记者 应该是说我们都可以是 或者话可怕 可能也会有很大的误解 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概念的话 我想我们有没有办法 会我们期待的挑战 可是我会认为说 这个差别在说 你可不可以认为 你本身就是公民记者 还是说 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公民记者 那以公民记者来讲 我先说一下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在讲公民记者 并不一定都要像 比如上礼拜那个张翠龙这么厉害 知道吗 我可能一个 一个周遭的一个小事情 我能怎么样想 用什么方式 不管文字不管你 照片不管你 你给它丢出去 然后可以 可以发布出去 然后让有些人看到 然后慢慢 是不是有办法把它 扩大成一个 什么事情出来 那样我们都叫做公民记者 那样我们都叫做公民记者 所以不是说一定类似像这个 大谷这样的事情才算是公民记者 那个其实只是定义的差别 是说你一定要有很 报道很好看 然后很有影响力 那才叫公民记者 当然绝对不是啊 当然绝对不是啊 对啊绝对不是 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先 厘清这个事情 只要你只要一个小小 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由你自己一个公民的一个角色出发 然后能出去是一个能引起有人去关心 有人去注意 那就是一个我们说公民行为 然后你就是一个公民记者 那当然这个过程需要 可能需要学啦 学一下 有两个东西啦 学一下就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把那个事情讲清楚 甚至要稍微有好看一点 让人家容易看得懂 你出来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是说 什么样的管道出去 有没有办法很快的就 扩散 那这个可能就需要 经过一点训练 一点学习 可是这不影响你是 公民记者的那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回头出来看 这个好像不大清楚 其实它是一个稻田 大捕事件大家听过吗 大家听过 那也是因为 我今天才能在这边跟大家讲 讲这件事情 说是我的代表作也可以 可是 它其实是一个 不能说是小事情 它是一个事情 可是没有人去关注它 没有人去关注它 那我还是要同样问一个问题 谁是公民记者 我在讲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要去 那个点再说 我们谁还是公民记者 那我稍微简单讲一下 就是苗栗 苗栗竹南那里 它这边已经有一个竹南科学工业区 然后它这边要再多加一块二十几公顷的工业区出来 那苗栗县政府就 经由这样的一个说 有一个重大建设 所以它就再弄一个 另外这一块的都市计划 然后这整块就做巨蛋征收 做巨蛋征收 那巨蛋征收 其实讲起来蛮夹的 有兴趣你们就回去找一下 那这边原来它是这样子 我这边特地去Google抓 它原来的地都是农田 可是它后来就是变工业区 然后变住宅 你看这一张 像黄色的就是住宅 红色的是商业这样子 你们这两张可以被招整看 原来是这样子 那后来就变这样子 那像他们后来之交会 会在他们家在这里 他们有一群人就 愿意被征收 就抗争了 那一开始是没有人去关心的 一直到6月9号那一天 我看有没有照片 这6月9号那时候 怪手开始进去 把这些抗争的人的钱都挖掉 网路上有影片 我拍的 我剪的啦 不能讲我拍的 那这整个就 就开始有一些 我拍了之后 我就是把那个讯息丢出来 然后网路上就开始流传 然后网路上就开始流传 那个过程是一开始我 我是 那应该是6月9号发布的事情 我大概12号再去 因为当天我没有往后去 那我12号去 我去采访他们 然后我13号 我就赶快剪 剪完以后 就是丢在那个 TAPPO信用网 这个是TAPPO平台上面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那当时的主流媒体 挖号啦 主流媒体 就是都没有消息 都没有消息 就有没有安全报 那大概流传的一周 怎么越来越多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 那个十几万 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 那这个是平台上面 其实还有那个 比如说YouTube上面 或者说还有转传的 那更多 所以这件事情 就这样传起来 那刚好奇 有那个某个 某个 那个来采访我 就是这个 那我想给大家看 一段次 你看他说 他指我 48岁失业男子 让大使这么厉害 一气变成全国政治事件 这样子 然后他用一台相机 真的 就是那个小相机 一支网络影片 然后这样这样来讲 可是当然不止这样子 其实那个是因为有很多人出来努力 好 那 我想讲的一个事情 是 其实 很多人 后来跟我聊 都读的是苗栗文 都以为我住那 然后我就去拍啊 拍阿 其实不是 因为我住白旗 可是之前 大概半年前 这个事情的半年前 我就已经跟他们接触了 那 老实讲 我那时候也 也拍了一些东西 有发表 可是 网络上就没人 没人关注 就是 我们也讲一句话 就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一定要像这样的画面 一定要 大家看到这样子 才会有感觉 可是 我要强调一点 像这个照片 或是那个产田 那都不是我拍的 就是6月9号那一天 都不是我拍的 我只是12号去再苦一点采访 你知道吗 那谁拍的 其实就是他拍的 我那时候 大普寺是20106月 那我2009年年底 因为他们去抗议 我认识他们 那我就看到拿一台DV 其实他就是一般的 富人这样子 他就拿一台DV 然后在那边录一张 这样子 那我也不认识他 可是 我就跑过去跟他讲说 你这个要赶快录起来 什么画面你要录起来 那他们回去 他们就真的录了 那个 那个 DV啦 数位相机啊 都 那都摆在谁手 哪里到底 那影片里面 这一位 这一位穿黑衣服的就是他 可是 为什么他在里面 那谁在录啊 谁在录 脚架 啊 脚架喔 怎么可能脚架 那时候警察在那边跑来跑去 你怎么可能是脚架 啊 家人后面 啊 家人后面 啊 这个人录的 你看 这个人录的 啊 这个人是谁 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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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再问一个女 那这张谁拍的 啊 是 想这样 他在那里啊 黑衣服 不是啊 这个 这个人被抓啊 他儿子在拍他啊 然后这张谁拍的啊 他拍的啊 他拍的啊 他也是被征收的啊 就是他们的铁也是被残啊 所以 后来 后来我听他们讲说 因为 因为那天大概三四点的时候 怪手警察 三四点喔 半夜喔 不是下午喔 半夜三四点警察 怪手进去 然后他们就 开始call 因为他们都 已经风声喝力这样 欸call 欸 我这边有警察 然后他就说 对啊 这边也有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就 起来 因为暗暗的 他们就 一阵兵荒马乱 然后就开始起来 然后 武器就带着 相机 真的相机 DVS 他们就带着 然后就开始拍 开始拍 然后这时候已经开始 已经白天了 晚一点了 所以他们就 就有些 有些现场已经 已经被消灭了 这样子 所以这警察 就慢慢集中 然后他们也慢慢集中 所以就慢慢去拍 才有一些画面出来 所以 我们可以讲说 你就是一个媒体 而且我们可以想像一下 假设啦 他们那天没有拍下来 对 他们那天没有拍下来 因为我是算 三四天后去的 我们拍到那些东西吗 没有 拍不到 我拍不到 那 我去是采访他们 他们就是 站在那个 那个 很糟糕的 那个道点边 然后在那边讲 然后我就是这样子采访他们 嗯 嗯 那这样子的影片 跟 有那个 叩叩叩 还有警察这样的 那个画面 差多少 嗯 搞不好没有 那个画面 传就没有人 要帮忙转传了 大家说 啊哪有什么 没怎么样啊 我又没有看到 快手在挖啊 那搞不好是 里面是导师 真的哦 有一个人这样子问哦 那说是我 说是我 假照的哦 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这样子 那一定是那个记者 假照的 要对着你说吗 不是对着我说 是 有一个人跟我讲的 那个人跟他说 然后他跟我讲 所以 所以 我们在讲公民记者 的角色 真的是很重要 你即使不会 怎么样怎么样 那就是 录下来 录下来 重要的场合录下来 拍下来 嗯 然后 后面才有机会发展 他们不会 他们不会 做什么啦 他们就是录完 然后就摆着 也不想要怎么办 然后 后来就 大概已经认知半年多了 这样子 他们就很信任我 就交给我 那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美丽湾大家很清楚嘛 对 美丽湾很清楚 那其实一样啊 那你说 因为后来大家努力 才 才 最近不是说 连小毛都说 应该拆嘛 可是 这个事情好多年了 那在那个之前的状况 谁知道 不知道 所以 在贝博上面 等一下看看 他们就有一个 就当地人 也是他们当地人 他们叫赤童部落 他们就 就一直拍啊 一直拍你看书啦 最近的书啦 他们就持续一直记录一直报导 那这样子 我们 后面要去关心的人 我们才能了解 才能清楚说 之前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他们 那个 那个过程 就是他们 呃 拍那边的环境 或者说他们去跟 县政府 或者甚至跟美丽湾的人 跟那个 那个怎么样 去 交涉的过程 他们都有拍 在里面都很清楚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讲 假设啦 假设啦 有可能是说 譬如说 譬如说 譬如说你们家被肚根啦 几例啦 你们家被肚根啦 像文医院这样子 你可能是一个 抗争的过程 你也可以去记录啊 那反而是更 更细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更 更你身边 然后更你社区的例子 这个是我们那边的石胶宫园 谢谢大家